位于中国江西省和福建省交界处的五宜山 以原始纯净的空气而闻名 这一自然宝藏是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宝贵资产 中国五宜山地区于2021年10月份正式被指定为国家公园 除了一壮美的景色著称外 其空气也是非常的纯净 符合高度高纯度洁净空气的严格标准 是生产标准化二氧化碳气体不可缺货的原料 以前中国的标准化二氧化碳生产主要依赖进口 但现在五宜山附近的城市正在建设生产线 为今后的国产化铺平了道路 据了解一瓶八升标准二氧化碳气体市场价为1500元以上 由此可见五宜山的全净空气是一笔天然的财富 也是出境当地经济发展的宝贵资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受到這種 submarin来这些消息是 abund惠� refusing 了解 queria! 有一次 Monkey 这种情况是兄弟借刑的 你的女气体v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